像這種堕胎的討論有時候 變成非常的哲學化或者什麼 比如說你贊成堕胎好了 可是像那種非常非常傳統的那種 中國家族裡面 他可能他生了女兒他就 把他堕掉啊 這種東西 難道這種東西就已經 這種事情現在台灣還是非常多 對啊 就是那個所謂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 性別堕胎吧 就是說他其實他 我們現在講的那種什麼女權啊 或什麼 那其實是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在支持他 那這個法條他才會有他的意義在 但是如果 他不是一個必然強迫 因為你可以說 我剛好那天生病 不能跳到水裡 或者是感冒 或者是那個腳有點受傷 可是 至少有一個這種陰然的念頭 是 他是要被考慮到 對啊 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一切都被相對化的時候啊 他就是 就 他的問題 就是